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 冲量与动量定理 以及功与动能定理 主要的主角是功与动能定理 但我们会跟冲量与动量定理 来比较一下 那首先先复习一下 冲量与动量定理 这是在我们的 一之一一之二的部分 第二侧的一之一一之二 我们当初在介绍 动量的时候呢 我们说动量它其实是一个 跟 质量 以及速度有关的 运动量 之所以会把它 用质量和速度来表示 是因为在实验上 我们发现说 一个4公斤的保龄球 它速度如果是每秒2公尺 去跟另外一个 40公克的高尔夫球 但它的速度是每秒200公尺 去相撞 假如说这边有一个黏土 相撞以后 黏在一起 它并不是会一起往右或一起往左 而是会停下来 那就好像往右的运动量 跟往左的运动量 加起来 然后抵消了 所以我们把质量乘上速度 叫做动量 刚刚举的这个保龄球 去撞高尔夫球 的例子呢 是实验上真实可以做的 结果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质量乘上速度 是一个守恒量 我们可以把质量乘上速度 代表运动的量 好那我们后来又有介绍 力的定义 因为从伽利略之后 人们已经接受 惯性 物体的运动有惯性 那要 改变它的速度 就必须要施力 那所以我们当初牛顿 他就定义了力 是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牛顿的看法是 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就是力 那也可以称为 动量随时变率 动量随时刻之变化率 好 那么 我们如果把时间 刘塔T乘到 左边 那这个就是 合力 作用一段时间 会得到动量的变化 那如果是看个别的力呢 作用一段时间 就会造成冲量 这就是冲量动量定理 这就是冲量动量定理 首先呢 我们 依照 这个 物体的运动 来画个表格 这个物体呢 它是一开始在X40的位置 那它的速度呢 一开始是0 它可以开始落下 那当它落下了5公尺的时候 速度会变成10 10 那它落下到了10公尺处的时候 速度会变成 10 这是实验上真实的结果 应该说 如果你把10 换成9.8 那会是真实的结果 那因为我们 方便去 为了要方便计算 讲解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把它当成10 那 落下15公尺的时候 同学能不能猜到 这边的速度会是多少 就是10 更好3 事实上 这就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用等加速度运动的 第三条公式 V平方等于V0平方 加2A乘上位移 的确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当我的速度 初速度为0 加速度为重力 加速度10 那位移如果是5的时候 的确 你会得到的 这个速度 大小 就是10 那如果说是 从 静止落下10公尺 那就会是2 乘于10 乘于10 所以V2 算出来会是10 跟到2 的确是会这样子 所以有一派学者 他们认为 可以从这个 式子中 看出一些关联 看出什么呢 看出V平方的 变化 其实是会 可以 跟位移 成正比 V平方 减 V0平方 就是 后来的V平方 减掉原来的V平方 然后 我们 可以把它解成 Delta V平方 會跟 会跟位移成正比 再考虑质量 再考虑质量进来 物体的量 应该说 应该说 当时的人们发现 速度的平方 的变化 会正比于位移 会正比于位移 那我们想说 如果要用一个 跟速度有关的量 来代表 运动量 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 怎么表示 就有人认为说 我可以用 NV平方 就考虑了质量 然后 考虑了 速度 但是这个速度 要平方 这时候才会 跟我的位移成正比 这样子 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就可以定义 定义 力 是 正比于 NV 这个 NV平方 这个东西 它去随着位置的变化 就有点像是 我们左边的这个 定义 力 是动量 也就是NV NV 随着 时间T的变化 但现在 我们是 发现 其实NV平方 它跟位置之间是成正比 它跟位移之间是成正比 所以 也有一派学者认为 可以用NV平方 来代表一个 一个量 一个运动量 但不是动量 好 那我们如果要把它写成等号 那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比例系数 我们先给它一个 α 那 力 和力就定义为 α 乘上NV平方的变化量 再去除上X 这样子 那这里其实就已经可以说 和力 就是NV平方 这个东西 随着位置 的变化率 就是力 那我们会想说 要把左边这种定义 跟右边这种定义 去合 去合并 让两边的力是同一种 这样两边就可以互通 而不是有两种力的定义 那我们是这样做的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的 熟悉的f.ma 事实上是我们的 动量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 但是呢 是 质量 不变的时候 质量固定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NΔV 去除以ΔT 那就是MA 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利用MA 来把 这个 两边的定义去统合 我们是这样做的 我们先把它写成这样 ΔV平方 就等于 2aΔS 那接下来我们同乘以2分之m 目的是为了要让右边 有MA跑出来 那左边呢 2分之m就把它放到 括号里面 变成2分之mv平方 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里的MA 其实可以用左边的 左边的 这种力的定义呢 去替换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左边的MA 写成 右边式子这个 右边式子这个MA 写成合力 那这么一来呢 合力就可以写为 Δ2分之mv平方 去除以ΔS 这样子 好那这两个 稍微去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α 如果是1分之mv 如果是1分之mv 那左边的这种定义 跟右边的这种定义 它的力就可以 它的力就可以互通有无 就不会说 呃 变成不是两种 变成两种力 而是同一种力 那可以有两种描述方式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最后就可以说 这就是 力 是 2分之1mv平方 随 位置 位置 变化率 位置 变化 就是位移 然后后来我们把 这个2分之1mv平方 给它一个名称 也跟运动有关的 但是运动量已经用过了 运动量已经叫做mv了 对不对 运动量已经叫做mv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把 这个2分之1mv平方 叫做 动能 动能 k 它的代号是k 那它就是2分之1 乘上质量 乘上速度的平方 这样子 好 那么 那 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 如果我们把 这里的delta x 乘到 左边 就会变成合力 去乘上位移 就会是 2分之1mv平方 它的变化 就是动能的变化 合力 去乘上位移 其实就是做工 就是做工 那所以等号的左边 是做工 等号的右边 就是动能的变化 就是出动能 减掉 莫动能 这一个 式子的意义 就是我们的 做工 合力做工 会造成动能的变化 这个就叫做工与动能定理 这个就叫做工与动能定理 跟动量与充量定理不一样 我们这一个 这个 合力乘上一段时间 变成动量变化 这个是动量与充量定理 那 右边的则是 供与动能定理 我们把这一段话写开 就可以更清楚的做个比较 一个是合力作用一段时间 造成动量变化 那另外一个是合力作用一段位移 会造成动能的变化 一个是从时间的观点来定义力 另外一个是从空间的观点来定义力 位移空间就是位置 位置的变化就是位移 一个是从时间的观点来定义力 另外一个是从位置 位移的观点来定义力